燕照啊燕照 你傻呀 我找你走你不走 自己一个人又稀里糊涂地跑了回来 怎么怎么办 总不能不杀你 让我去杀森木吧 你在想什么 什么话 娘 娘 只当没我这个儿了 就当没我这个儿 我叫你喊出来 好 娘 你就当没我这个儿 大点儿生 娘 你就当没我这个儿 大点儿生 我听不见 娘 你就当没我这个儿啊 我叫丁燕照 我爹是丁亲 我到王家时要报仇 报仇 报仇 娘 爹 娘 爹找他没死 他还活着在世上啊 兄弟啊 哥 兄弟 哥 我帮你以为他 kald一个あの子 我是怎么向你 那你祂知道 我有一个大事 你不忍受 你们就去赴兰 你害死吗 你不忍受 验照带过来的人 没有 他们都很可靠 这点我心里面清楚了 那天我试探雁飞 我说我们已经找到奸细了 他怎么说 他马上回答不可能 不可能 如果真有他的人 他最最关心的是我们找到的 有没有他的人 他不假思索地就回答不可能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压根就没有这个顾虑 没有顾虑 那是因为没有他的人 当然 仅凭这一点来判断 还远远不够 我还需要很多时间和机会 来考验这些同志 包括我 也要接受严酷斗争的考验 我自己会会他 看他还会怎么说 好 我叫丁燕飞 是丁谦的大儿子 回去转告王太太 你是丁燕赵的哥哥 是丁燕飞 不错 我是有个弟弟叫丁燕赵 为什么会想到说这个 因为是时候了 为什么让我娘知道你是丁燕飞 王太太跟我接触不多 大概有那么一两次 但我相信她一定能记得我 你是说我娘能核实你的身份 对 可燕飞兄我真是不明白 这个时候你突然告诉我们你是谁 这能有什么区别呢 你还是那个燕飞 该做的你都做绝了 还有什么花招吗 我招的一个人 西漫一定感兴趣 此人用过三个名字 王天成 韩晓天 丁燕赵 他不是你弟弟吗 那是个冒牌货 他先后冒充那三个人 但他不是那三个人 他不是你弟弟 那你怎么会突然想收拾自己的身份呢 他是日本特务 他杀了我弟弟 并且冒充我弟弟干尽坏事 我也是刚刚得知 我这世上唯一的情人也被害了 所以 我决定反正和你们站在一起打日本人 回去 把事情告诉王太太 他能证明我 是丁燕飞 燕飞说 他十三岁那年 他娘托您给他说门亲事是吗 您还真给他找了两户人家的大小姐 一个姓高 一个姓黄是吗 结果燕飞一个都没有相中 他给您写了封信 信上写了没有相中的原因是吗 燕飞说那封信 一共就六个字是吗 高太黄 黄太高 是这六个字吗 这六个字的意思是 姓高的小姐脸长得太黄 将来肯定是个黄脸婆 说那姓黄的小姐啊 个子太高又胖 她根本就没有相中人家 这封信写得很无礼 她说您肯定能记得住是不是 那姓黄的小姐个子太高又胖 看来燕飞没有骗我 燕飞就是丁燕飞 但燕飞 说燕飞是日本奸细 如果说这两个人中有一个说了谎 那肯定是丁燕飞 你真想好了 你真要把自己的亲弟弟送进火坑啊 我想了半天 我觉得咱们不如把什么都告诉龙马格了 告诉他什么 告诉他 这都是孙慕逼我干的 告诉他 燕赵是我的亲弟弟 让他放他一马 对呀 那只有这个办法才能救燕赵兄弟啊 这不是个办法 这不是个办法 孙慕说得对 必须赢得龙马的信任 龙马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说过了 你说过了天他都不会相信的呀 所以 我不光要说 我还得做 把燕赵送过去 让龙马相信 还得让西曼 放过燕赵 这也当然好了 但是 很难两全其美的呀 如果只能抱出一头 我宁愿 宁愿 我宁愿 你不能去 你担心我会心软 我担心你的安全 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 也跟燕赵有关 我一个人去可以来取自助 带上你们反而是麻烦 我宁愿 上次你放了他 我感念你的好意 但我并不赞同 不管丁燕赵他是真是假 他手上都沾了共产党人的血 必须言蠢 我希望你这次 千万别再手软 绝对不能放了他 难道把他留给你 让你亲自动手 放心吧 赵ئ 报纸上说的 金完子时 他会在程北无子牌 楼下等着 三母先生 我有一个请求 到时候 请您万万不要舍服 事后也不要跟踪龙马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警觉之人 那一双嘴眼 可以识破任何把戏 如果 他要发现了周围有埋伏之人 就会把我们的积谋给识破了 那燕赵就拜拜爱你两脚 这个我懂 到时候除了你和燕赵 周围不会有任何埋伏 放心吧 这个时候我是不会惊动龙马的 燕飞君 现在 你有心思喝酒吗 飞用 聊 跑 跑 Eltern 整 你 我 阿 爺 阿 爺 走 阿 这个人是日本特务 就是他杀了我的弟弟丁延长 我本该手认了他 但是想了让他活着会有更大的用处 所以特意给你们送过来 作为礼物吧 从今往后 我丁燕飞愿意听从 展车的调遣 燕飞兄 自打咱俩认识 你就没跟我说过实话 所以我很难相信你 那就算新的开始吧 如果这人是你弟弟 现在共产党跟鬼子可都要他的名 你不用骗我 我可以看在丁王两家的交情上 放他一条声 如果你现在还不跟我说实话 可是错过了最好的死机 这人会死的 你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你以为我疯了吗 你以为我疯了吗 拿了自己亲弟弟的性命跟你开玩笑吗 他是日本特务 他杀了我的弟弟 我这是为了向你们示好才把他送来 我不想多看他一眼 不然的话 我很有可能掏枪把他杀了 谁给你打的 雁飞还是日本人 华文泽 别问了 多半日本人在他身上动了手脚 不许可 可就即使他能开口说话 你也问不出什么来 这个人可了不得了 先是假扮王家少爷王天成 跟我争宠 而后摇生一变 变成了共产党员韩晓天 骗得老头子对他深信不疑 还让老头子以为 他是丁家之后丁艳照 那 那他到底什么人啊 他有一个身份 是确信不疑的 他是西曼的男人 西曼孩子的爹 这 这燕妃不是说他是假呀 你知道吗 燕妃的话不能信 这人 多半是燕妃的弟弟 不会吧 这燕妃难道不知道 把他送给师父 这人肯定是要被杀的 如果是他亲弟弟 他还能送过来 燕妃真能看他亲弟弟去送死啊 我敢打赌 燕妃又在手哈招了 依我看 他们就是亲兄弟 错不了 燕妃是你哥哥 他又骗了我爹对不对 为了珍宝 连亲生兄弟的命都不放在心上 这个燕妃太可怕了 我爹派人杀了你爹杀了你娘 把你们全家一个个都杀光了 还霸占了你爹的财产 你这二十几年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却愁你都忘了 一直彻聒 我爹没有杀丁世博 是日本人拍的 我刚才说的都是假的 而你的反应是真的 你就是丁炎赵的 错不了 哥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我今天陪你多喝点 你喝点多少 咱喝点 瓶酱 拌口 你喜欢 你不喜欢 更少 一人 突然 你在转散 你们 都ον闭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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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叛徒 从来就不会心慈手软的 如果我想得没错的话 燕照他已经死了 死了 您就别难过了 节哀吧 燕照是我的亲弟弟 可我已经忘了 怎么跟兄弟姐妹们 相处 他们早就死了 都死了 再多死一个又有什么分娩 我本来以为没有分娩 可是他们还真有分娩啊 闭妈 我这心里边 也不知道是东西太多毒的话 还是什么都没有毒的话 有人送来的口信 下意下意下意 这是龙马给我写的 真是好事啊 你想您是丁家的后代 又帮他们救了共产党 还把自己的亲弟弟燕照给送过去了 您拨下那么多种子 总算是收获了 这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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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很高兴 都是 你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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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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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 救救她 可燕照手上有那么多鲜血 燕妃和森木一样担心 那会影响王家对丁家后代的感情 你叫丁燕照 你是我亲弟弟 如果我是你大哥 这是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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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一下兄弟 日军现在攻占了洪流叔 那么接下来 森母一定会派出 大批的勘测人员 那个时候 你们家的珍宝 就岌岌可危了 我知道 我会尽快安排 如果可能 希望燕妃兄 同我一道去当洪流叔 一定 好 告辞了 燕妃兄 走 这么好 咱们 边编写 要 走 小 走 霉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转 拉开 好 燕照这条命 我应该记在谁的头上 是日本人 还是西满龙马他们 我觉得这个应该记在 各记一笔 对对对 孙母该死 必须得死 早晚他得死 西满他也得死 自己的男人哪 见死不救 共产党真是铁石心肠 还有那个农龙马 如果让我找到了珍宝的秘密 我第一个就要杀了他 你喝杯水慢慢说啊 我这个傻兄弟 零死零死也没见到西满一面 可是我知道 你还有一个心愿未了 你放心 我一定要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早晚我情少栽了那个王七妹 我忘不了 我会记着她 这么说你已经赢得了龙马的信任了 赢得他的信任并不难 最难的是赢得森穆先生的信任 我相信你燕飞君 我们虽然不是同种同族 但是我们至少是同类啊 我相信你的能力 好到可以扮成一件天大的难事 我也相信你的人品 坏到可以扮成一件天大的恶事 森穆先生也是这样的人吧 没错 燕飞君 龙马为什么要带你去洪柳树 是这样的森穆先生 他说王七美经过慎重的考虑 决定把珍宝捐给抗日同盟军 用来招兵买马 购买大批的军火物资 那么这样一来 他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需要众多的人手 而每个环节都需要高手来配合 他们父子俩一致认为 我作为警察局长 一定能够助他们一臂之力的 燕飞君 是关键时刻 以壮士断闭 赢得了最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敌人的信任 好 好 燕飞君 我们现在 就来商量一下 洪柳树的有关事宜 我好了 接着说 燕飞不可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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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今天是燕赵兄弟的头期忌日 按照老规矩 我给他煮了一碗面 您把它吃了吧 吃不下 段总 李妈 从今往后 燕赵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有句话 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但是我不说也没有别人能说呀 我觉得燕赵兄弟他不能白白就死了 他没干完的事业 您得接着替他干下去 李妈 让我能忘记 能不能忙 我可以堪别 有点赚 谁的心是铁座 像一颗小小的云天 在夜空中划过 划破了寂静的夜色 谁的心是铁座 在冷冷的水中摧火 在墨林中牵人 任性者将自己划破 如果有一天我把你忘了 请你不要难过 那时我痛得无法忍耐了 回到最初相见的你我 如果有一天我把你忘了 那些花儿会记得 我为你哭过也为你笑过 只愿我们能从头来过 如果有一天我把你忘了 只想让你更幸福快乐 飞链 不意 我永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